救護車火速趕到爆炸現場 消防人員將受傷民眾送醫急救 因為爆炸意外來得太突然 急診室內民眾推著受傷的孩子就醫 焦急心情卻寫在臉上 醫護人員忙進忙出 為傷者爆炸傷口 受傷最嚴重的是一名13歲的少年 虛弱的躺在加護病房 少年臉上及手臂都貼滿紗布 因為第一時間緊急安排開刀 因為他身上有義務刺進身體裡 少年的母親腰部包滿紗布 手掌及手臂也都是生 一提起兒子情形忍不住哽咽淚崩 杯子內裝著三個鐵片 以及嚴重扭曲變形 爆炸發生當下強大的噴發力 讓鐵片直接從腹部刺穿進 少年的皮臟以及胃部 開刀後還需要在加護病房持續觀察 我們就是坐在舞台旁休息 我們就是守病房的位置 就聽到蹦著一聲 我就後面就這樣子 這樣子很痛 慢慢回想事發經過 還是心有餘悸 怎麼樣都沒想到 只是帶著兒子參加廟會活動 卻遇到爆炸事件 摩子倆都傷痕累累 靜新聞臉書再follow一家會參加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